在中方代表陪同下 傅昆琦大步走进人民大会堂 长脚27号早上参访 就西装搭配白衬衫 下午回舞中方刻意系上红色领带 用意引人联想 王沪宁还连续口误两次 把傅昆琦叫成傅琪昆 但随后表示 这次访问团的登陆时机 正值立法院新会期 能够到大陆访问很不容易 很有诚意以及意义 重申坚持九二共识 以及一个中国 两岸同属中华民族 是一家人应该常来常往 越走越近越走越近 只是适逢27号凌晨 花莲又地震 傅昆琦隔海安抚花莲相亲 说要振兴花莲观光 但网友显然不买单 网友涌入傅昆琦脸书 留言狂刷又地震了 斜寻花莲立委 花莲还在救灾 立委却到处爬爬走 面对直音声浪不间断 傅昆琦依旧强调这是为了花莲需要 虽然团访中说是未观光 但傅昆琦卸上红色领带 会晤中方 只怕已落入警军入望长断 好 再来看看 他刚刚讲到说 这样一路的操作方法 对于国民党对于民党 到底有没有加分 我们还要问的是傅昆琦 硬要在这个赈灾的重要时期 硬要去中国 对国民党真的加分吗 特别是他一离开 大余政 规模6的大余政又来了 他说是要为了把观光的人潮 带进花莲 民众买单吗 瑞德 我觉得民众绝对不会买单 为什么呢 虽然所谓的花莲王 过去你看 立委他做完 他老婆做 县长他做完 他老婆做 那么他老婆现在两任的 徐正伟两任的花莲县长了 做会不会又变成他做 没有人知道 但是问题是台湾的民主就是这样子 少数服从多数 可是问题来了 这次身为花莲唯一的民选的区域立委 叫傅昆琦 在花莲百废待举 然后地震不断的震 这次你不觉得地震 震的怪怪的吗 虽然专家都告诉我们 那么是这个 规模7.2的一个 大地震的余政 但是他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 就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又来个6.1的 这个地震不断的这样震 你人在哪里 他还没去之前 是不是很多人劝他不要去 我记得那时候的台北市长 国民党籍的蒋王安 也认为说 如果在此时刻 因为暂时不要去中国 对不对 他也这样讲 那结果你还是去 傅昆琦去了以后更好玩 傅昆琦去了以后又说什么 县长留在花莲协助 这个等于要赠灾了 后续了等等 然后立委要跟中央有关系 为什么两岸和平 现在去了以后 我请问一下 他说 傅昆琦说 花莲最主要是观光 跟这个所谓的农产品等等 你去中国看 小米的相关的这个 等于说电动车 跟花莲什么关系 他说他看了都喜欢 他说价格比特斯拉便宜干什么 可是这个车子 跟你的花莲有什么关系 你说以后一定要 你说今年以后 一定要把这个什么 中国的观光车带回花莲 那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 为什么 因为今天就要现在 right now 整个花莲还在正 中恒刚抢通 落实又掉下来了 所以事实上最重要的是 如何安相亲的心 还有 不要以为 我跟你讲 我觉得很奇怪 花莲人你们怎么可以不生气 花莲的明代 花莲的一些政务官的首长 他们竟然可以这样子 有脸去说 我人虽然不在花莲 但我心永远跟你们同在 你们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 你们人跟心都应该 跟花莲同在才对嘛 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 你有没有留在台湾嘛 有没有留在花莲嘛 或跟你说他什么 争取到什么重建150亿 现在要到300亿 你以为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啊 到目前为止 中央包括我们 包括日本 我刚从日本回来嘛 日本到处都在募款 帮助台湾这次花莲震灾嘛 然后呢 现在已经超过14亿 为什么不反省检讨 为什么大家要捐给 这个卫福部的专业款 不捐给花莲县政府 那个六年前 你们是怎么搞的有关系嘛 所以呢事实上 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 护困局要的 去那个地方 一定有他要的红利 而老共 你不要忘记 老共这次是 本来不是说 这个社会观感不好 降到只剩下八个立委吗 去了16个 包括胡芬奇17个嘛 然后每个委员会都要有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马英九一回来 老共点名 要台湾把这个国安无法 反省存法 全部都 把很多 全部都删除我们的法律 中国共产党可以在那边 只剩道是要求我们 修改我们的法律 那就表示 我们这个国安无法是对的 所以呢 中国如果要我们修很简单 请中国把香港的这个相关的国安法 请把你们的什么反保密法 反间谍法 反国家分立法 全部修掉 你们修 我们再看着办 要不要修 好 这个很奇怪 就是说 这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原本是大规模的要去 然后呢 说成了这个 拜后会保险 拜拜英文回来 那么我觉得傅君奇算是 拿很大的奥买家给中国了 一下子找了 总共加他17个立法位 这些立委也蛮好笑的 去你就光明正大去 低调偷偷摸摸 最后不得已才曝光 中国到底给他什么好处 明明知道不可为 而硬要这个时候硬着头皮去 不管地方相亲的看法 刚刚瑞德哥不是有讲说 他们今天的这个最新的行程 什么参观小米汽车 北京自动驾驶区什么的 明天还有一些什么文旅部 还有海关总组 相关活动跟台商台青 你知道这些行程是谁公布吗 是中国官方公布 我们这边就是昨天傅坤奇 要出发的时候 连行程立委一问三不知 今天不客气 想你们知道不该去 然后就偷偷摸摸去 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去 不是中国帮你公布 就所以你看 这个行程是中国官方公布的 那所以这些立委在去之前 完全不知道行程 或是不敢讲行程 就有什么不能讲的 所以代表说 你们就是中国的这个棋子 他叫你去哪你就去哪 然后当样板 还帮他们宣传 这个真的我是觉得 真的太好笑 那你刚刚讲说 这个后来不是 增到十七个人去吗 那事实上 这个就我了解 就是说其实真的 他们本来是个位数 可是中国这边就有去动员一些台商团体 还有一些就是 就是点名说 那你们就每个 每一个委员会 通通都要给我 有人去 所以他变成说 他不得已 只好再去动员 就是要给傅昆奇 傅昆奇也就是帮忙去动员 就是说找到每一个委员会 外交国防还找谁 外交国防找一个 那个黄人 找一个应该是 那个原住民 原住民立委 那个黄人去 有啦 这一次这个名单 我一看有很多新朋友 谢谢你们 让我们认识你 什么林倩奇 教育文化林倩奇 外交国防黄人 就我觉得这个真是太匪夷所思了 就是为了要凑八个委员会 好事实上 那你说这个 傅昆奇这么的卖力 干冒大不会就去 那中国给他什么样的大理呢 现在傅昆奇自己讲 就说那可能就是 未来会松绑 这个中客来台观光 可是刚刚也有讲了 现在最夸言来讲 最主要的是重建 而且太鲁阁公园 已经无限期的 就是要来重建 就是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好 那等于说 我说一个大白话 你说现在连台湾客 自己可能都不太感觉 因为到今天还在咬 而且咬的这个阵度 还蛮大的 至少都有五六级 那你说 你现在中客开放来 那你傅昆奇 你把他们带到花莲去吗 是这个样子吗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中国如果开放 这么大的一个大理 比如开放陆客来 或者是说 开放什么农产品 他算大理给你 你要回正 你是不是也要回正 那所以现在传出说 他一回来 有可能修反渗透法 有可能修国安无法 那国安无法 最严重的是什么 未来会不会配合 中国的要求 他最希望的 就是把你的 这个高科技产品 可以限制取消 让他可以疏忠 他想要我们的晶片 想要我们的一些 高科技产品 那难道你也要 这样子的配合吗 所以我觉得未来 国民党在 这个立法院的修法 这个反渗透法 或是国安无法 我觉得要非常密切的注意 不过这回 蓝威放团 原先传出只有10人 出发当天 突然壮大多出7人 名单还涵盖立院 8个委员会 司法法治 有总召傅昆琦 和王小林 财政有赵伟 罗明才 陈玉珍 外交国防则有黄仁 传出正是因为北京要求 代其各委员会成员 希望国民党 作为立院最大党团 能为两岸关系发展 排除障碍 进一步推动 国安无法修法 仍在台湾的国民党团 副书记长吉陈青 国民党团更发新闻稿 反即是恶意放话的魔红 只是上回马英九访中后 回台就喊要修反渗透法 学者分析 这回蓝威访中 北京重点目的 要蓝营暗筑纠定 国安无法 松绑设命人员附中 以及高科技产品 和技术的管制 毕竟八委员会 各有立委附中 再加上外交国防委员会 上周才召开 潜见国奏命会议 蓝尾黄仁就跟团去中国 日委质疑 难道是要把最新情资 回报给祖国 中共背后盘算 不可不胜防 好吧 欢迎接下来 新疆的来宾友 学生叫是财经专家 献哥 惠敏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 邱敏宽 惠敏好 大家好 再来介绍是 政经评论许为志 来介绍的是战略专家 林廷辉 大家好 最近其实大家心里都觉得 毛毛的天气 真的变化非常的多 不只是台湾 中国也是一样 甚至在广州这个地方 广东淹大水 11万人撤离了 对 没错 那么之前不是说 台湾缺水吗 这个十门水库 水位剩下多少 哪里剩下多少 结果你看这个礼拜 拼命下雨 不是只有台湾来 为什么 其实台湾至少下雨 还没有成灾 在广东 是在淹大水 而且以韶关为主的 这些地方 一直淹一直淹 不过可能是因为 事先这些当局 没有想到 没有先疏散 有些家里如果有两层楼 三层楼等等 你知道他们到后来怎么办 全部躲到楼上去 你还等 等也没用 为什么 因为中共没有派出 这个所谓的什么直升机队 没有来给你叫 没有 你这怎么等到水退吧 结果没想到 到现在为止 有11万多人 因为这样被迫撤离 然后大概已经有四个人死亡 十几个人失踪就对了 可是问题来了 那照理来讲 南部这个淹水 广东烟那么大 对不对 以前如果按照以前的个性 国家主席 这个总书记 习近平不来 国务院总理总要来吧 李克强以前也会来一下 对不对 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不来就是不来 干脆当作没有事发生 然后习近平去哪里 他不跑到广东的淹水 你不去广东 他跑到重庆去了 丰和日丽的 重庆去了以后 讲一大堆说 在重庆必须要什么 我们老百姓要让他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不是很讽刺吗 为什么 你在那边讲这种话 对不对 结果有十一万多人 在这个广东在淹大水 而且很可能这个雨还会继续持续的下 灾民的情况到底会怎样 那么以前真的还会样板做做样子 给这个老百姓看 现在很多地方 对不对 包括这个新华社 包括人民日 包括央视 在某些地方他就不报这样的一个灾难新闻 连灾情都不报 连灾情都不报 地方会报 因为没有不透风的墙 所以有时候自媒体 大家都弄出来 对不对 所以就让大家知道 除了深圳 还有深圳在短短一个半小时 92分钟之内 砰砰砰砰砰 闪电打雷 对不对 总共一千多次 真的很壮观 那当然有些因为 这个雷电打到高楼 高楼上面又有避雷声 所以噼里啪啦的就一直打 但是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他不是专打一个地方 到处都这样打雷 打雷的话就有危险 其实雷打成这样会心慌慌 没有错 而且你要知道 雷打到了以后 如果他 我们曾经看到 亲眼看到雷打到 各位不是说建筑屋 都会有那个避雷声吗 我们看到那个建筑屋 没有避雷声 你知道那个雷怕 看到 看在等会什么呢 砰打下去了以后 那个建筑屋的那个屋角 被打 被那个闪电砰的打断以后 我们那个毛 那个头发什么东西 都竖起来一样 你知道吗 揣一下 他沿着大地这样子散电就对了 真恐怖就对了 那除此之外 像这个韶关 这些地方 山崩 土石流 来了以后 老百姓怀疑 雨真的下得那么大吗 为什么 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们怀疑 跟泄洪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泄洪 你如果在这个时候 继续泄洪的话 我请问你 本来已经下了那么大的 超大豪雨 你就泄洪 当然这个地方 韶关这些地方就淹水了 他们怀疑 是为了保住珠江三角洲 下游的广州这个大城市 不让这些大城市受苦受难 那就跟当时这个的人 为了保北京 意识是一样的 那就让他整个下面 其他地方全部淹水就对了 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是这样怀疑的 那除此之外 其实最近中国有一个短命的部队 因为这个部队 本来是习近平自己要建立的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在2015年的时候 那么2014 2015 那时候还记不记得 习近平整肃了军方 两个军委副主席 徐才厚 他们这两位相关的副主席 不断的整肃了以后 他决定要成立一支 能够听他的话 那么在这个后勤 有点像是我们的联勤 以前的联勤部队就对了 那么这个部队事实上 当时就这个战略支援部队 就在2015年12月31日 习近平下令就成立 然后说他拍一听 这是一个肥缺 因为战略嘛 战略支援部队 我说他拍一拍 就是后面有好多的好处 后勤支援 没想到后勤支援 真的出现重大的贪官 而这个重大的贪官 事实上也因为到后来 卷入一个4000多亿人民币的 一个采购的相关币案 这里面听说各式军种都有 战略支援部队最严重 所以后来习近平决定 干掉你了 你不听话嘛 你搞这个贪污干什么嘛 我专门打贪的你还那么贪 对 所以他怎么办呢 改名字 改名字就不贪了 改名字 改名字叫做信息支援部队 战略支援变成信息支援 不过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信息支援部队强调部队 要坚决服从党的指导 不过把这个党的要改一下 要坚决服从习的指导 你知道吗 习就是习近平 我才是中央军委会的主席 我说了算 我只向哪里 你就给我打向哪里 他的意思其实要人家忠心耿耿 不能贪污 不能贪污 至少被抓到 所以你就知道习近平现在 这个对军方的那个揽权有多重 那除此之外 最近有一个从海外相关 那么得到的 这个中国传到海外去的一个消息 这个真假还 真假还在查证当中 但是我相信 那么他的可靠性应该不小 为什么呢 江泽民还记得吧 江泽民 因为中国以前是隔代指定 这个接班人 所以习近平就是江泽民指 这个指挥 就是指定要的人 结果江泽民死了以后 他的孙子跟他的儿子 那么是不是去参加他的告别式 送账 听说一结束 两个人就被带走了 带走了以后 这事情大条 为什么根据现在的线索 是关押在北京的昌平区的看守所 为什么说事情大条 这不是单纯的贪污年 贪纯贪污可能给你判一个死缓 死刑缓两年 其实就无期徒刑了 可是问题是 这一次大条是听说卷入了一场政变 这个政变内容还不知道 江泽民的孙子跟儿子 如果也卷进去的话 这些整数 可能整个中共的军队整数 会更加的吓人 好 你如果是照步来 你做10年你就下台换别人做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政变传闻 不只是江家子弟的 这个可能政变的传闻 3月在这个油亮黑色教说 试图要冲进去中南海的新华门 也引发了这个政变的传说疑云 甚至呢 这个使得北京市的副市长 也因此被抓下来 到底怎么回事 刚才瑞德哥说的是中国最近的天才 我们现在说的人祸 这个叫高鹏 北京市有八个副市长 这个高鹏是最年轻的 那么他们的八个副市长 有三位是70后 就是1970后 1970年之后出生的 高鹏享享年经济学博士 这是未来之星 他负责的是什么 他负责北京的管理委员会 就包括天安门广场 交通还有农业 这是他在灌 3月10号凌晨 3月10号凌晨 竟然有一个黑色轿车 直接冲到 就我们看到影片 直接冲到这个中南海 中南海的那个门口叫天 那个叫做新花门 你知道吗 你要到中南海这当中 有好几个关卡你要进入 你怎么可能会有车子进到 这个中南海的这个门口 而且那个离习近平办公地方不远 所以代表什么 从去年开始就很多 很多要政变的这种传言 包括从去年北戴河 他们这些所谓的曾庆龙也好 还有包括慈浩田 还有包括这个以前刘少奇的儿子刘元 他说这习近平没赌不行 因为中国这几年天灾加人祸 好那么中国最近发生那么多事情 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内蒙古 内蒙古的这个建华镇 还有包括这个所谓的人民起义的 包括在武汉这边 刚才热得跟你说 那是天灾影片没出来 那更不要讲人祸了 这个就是在这个所谓的武汉地方 直接干什么 直接他们的武警 包括一般的所谓的城管 我们中国这几年 很多城管直接拉那个摊贩 要把他们打成这样 打到国民去 这个影片在我们海外 台湾这边看了很多了 抖音字节流了很多出来 这个老百姓撞不住 我都拿棍子而已 拿棍子到这个武警 到这个地方的官员修下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这些武警 他们就是直接要暴力强拆 那如果在台湾 你看看台湾 怎么就把你革命起来 好 那我提到另外就是内蒙古 这个更严重的这个事情 建华镇 内蒙古的老百姓 他们去租那个30年的农地 每一个农地一亩地 大概都投资一两万块人民币 结果那个政府说不好意思 我们全部把你收回来 强征回来 而且你还要付钱 还要一亩地 还要付两三百块给政府 你们的土匪 老百姓在连内蒙古都发生 这种老百姓撞不住 所以我们合理的怀疑 中共内部已经有很多老百姓 发生这种类似事件 而影片没有出来 好 刚才你说的 傅昆奇 拜托 人家说复兴的人 傅昆奇的心叫复兴的人 你现在你看到 我们龙眼的藏眉 又裴面地盪对吧 你们在0403 403大地震的事情都没合适 你竟然这边就十七个下去 今天最新的新闻出来 十七个包含八个委员会的人 全不交交 没人敢跟他 这一期的会期 这个第十一屆的第一会期 到五月底 还有一个月 富老大 你想想什么 还是说布林肯 很多长理中国说了而已 你中国给你補金好了 敢有这么急 敢有这么急 而且这里面的 这个十七个立委还很准 从新北 台北 苗栗 南投 金门 廉江 基隆 新竹 新新竹 都接 只有民进党的所在 这个立法委员没去而已 那么你到中国大陆去见了这个 不管是哪一个长官 很多事情没有公开说 我们这个反胜都没有说到 你也没有代表台湾 签什么人好事 你去那边干什么 你说是为了观光 花莲观光绝对不是这半年 或一年可以起来的 你就去找你的外县市 国民党执政的城市对吧 桃园 台中 彰化 嘉义 你那边观光就好了 你先去北京 所以说不要有under table事件 来再看到这张 大家给我演起 这个花莲电子报 4月12号这张出来 我们那个湘米湾 传得更好笑的 他写了一句话 保证上款 不乱用 意思是说我保证 我觉得不会当坏人 我一定当好人 这个此地无垠三百两 大家穿成这样 电子报啊 花莲电子报 花莲电子报 负困期啦 负困期啦 那个花莲宪政会啊 对 负困期啦 他自己写的啊 保证上款 不然再看一遍 为什么你要保证上款不耐用 那么之前2018不是我们总共 得内选的20亿吗 最近不是有个486那个老板 他说我捐给那个那个花莲线的两百元 你信我 叫你不要去中国你再去 而且赖清德副总统不是上次去就给了三亿吗 还有上次的上款还要留两亿 你们自己可以先用 你不要说中央在卡你 中央没有卡你 包括这次的那个条例里面 我们的中国难道比我们中央政府更关心花莲线吗 不是 人在做天在看 是啊 台南围阵道楼倒塌 当时的台南市长赖清德 他怎么有说我没有钱谁卡我 没有你就每天在那儿 你在那儿所有的灾民看到市长在那儿 心就安下来了 你说赖清德 2018那次第1年 第1年赖清德去几瓶 去几瓶 他那时候是行政院院长 所以我就是要问一下这个亭辉 这个时刻其实傅坤也知道不移去中国 他不知道他知道 所以时间本来是估计是四天 现在缩成三天 没有影响到开尾 他自己知道这个时候不移去 为什么还去 要做什么 他用观光的明目说 我们中国的观光后再不来 花莲要破产了 所以我非去不可 你要拼花莲的观光 你这个时候拼人能来吗 人来了也能去花莲吗 除了海线之外 所以他到底在想什么 中国为什么逼他这时候飞去不可 我认为就是中国逼他的 他就是自己想到自己的利益 他不是在讲整个花莲 或是整个台湾的利益 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比较自私一点 那他其实有一个东西 你刚刚讲的没有错 他这一次去 他打的明目就是什么 就是要百宫待举的概念 百业待举 因为好像就要靠他去中国那边开放路客 或者是开放一些什么样的农产品的采购 才能够台湾才能够活下去吗 我告诉你 如果所有人台湾自己的观光客都不进花莲的话 那怎么入客会进花莲呢 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 现在在花莲因为地震的原因 所谓的基础设施建设 包含各个这个比如说饭店房屋 到底要不要去做重新检测 还有整个地极 还有整个索尔的这个规划 整个重新来 那你要不要作为一个立法委员 或是前县长 要不要跟中央配合一下 大家来这里做事情 台湾人不缺钱 台湾人也不缺这些原物料 也不缺市场 其实全世界七十几亿人口 差到十四亿人口 我们还有五十几亿人口 对不对 日本还有东南亚国家 美国欧洲 这些国家其实都可以采购我们的相关农产品 不需要靠你 观光客也可以从这些国家过来 也不一定要靠路客 那你如果连台湾 我说台湾观光客都没有 就不太敢去的情况之下 你觉得开放那个来干嘛 增加大家的麻烦吗 还是怎么样 而且你还要因为这样子 如果中恒舒华公路又死了路客 不好意思 就是说如果今天他们来又发生什么意外又地震 谁陪 谁要负责这件事情 这个时间点不是在做这些事情 这个时间点你真的就是要回到你的故乡 回到花莲 然后这边住点 每天来讲的话 你就说这里有什么需要中央能够帮忙的 我们就开始做 不是带了一堆人过去 你带了一堆人过去干什么 而且根本就是在配合对方演出 现在传出来就是说 对方就希望施压南营立委 然后在国会当中去修改国安武法 包含反射透法 这些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这几年以来 连布林肯这次去都有质疑北京 说什么你有干涉2024年当时这个美国总统选举 那用比如说TikTok 或者用其他的软体 一样的他也是干涉台湾的这个总统选举 不是吗 所以其实你看到他为什么要去 其实对方来讲 就希望你既然国民党成为现在国会的第一大党 能不能运用你这样的一个能量 去赶快就是有点像是什么 吴三桂的概念 配合演出 开城门 然后引清兵入关 你如果把国安武法修掉 他们以后要把手伸进到台湾来就容易了 今天就是因为有一个这个东西防卫机制存在 所以现在来讲他还是在做 只是说做的力道没有那么强 你如果真的把这修掉来讲的话 那完蛋了 整个台湾整个在他的运用民主的缺陷的机制 去操弄台湾的选举 就整个就送过去了 所以我说他自私 而且不是有心在花莲 不是有心在台湾 他就是看哪边有哪一水 他就跑到哪边去 这个概念 所以我还是要讲 所以我说中国逼他这个时候去 你觉得我这样想不对的 他自己也很想去 他自己就很想去 因为人家给他好处 他讲的是他的下一步 你想想看如果路客来台 或者是说农产品能够产销过去来讲 你看现在好多人来影里面都抢什么 连战所留下来的两岸买办跟代理人的概念 马英九在抢 富也在抢 接下来后面还有一堆人在抢 所以你可以想而知 因为利益庞大 但是他们只看到那个市场而已 但是台湾不需要 台湾其实像日本一样 日本三一大地震的时候 全世界要捐钱给日本 当然大家都心存感谢 但是日本没钱吗 日本钱也很多 堆叠成山的鞭炮旗炸 浓烈黑烟往上窜 快把第一线堪称人肉盾牌的轿班吞没 这是北港妈绕镜中最有看头的虎爷吃炮 轿班一秒成为炮灰人 名不其实灰头土脸 虎爷会今年打造迷你虎爷神轿 让120名学童担任敲鼓手扛轿手 不过这顶轿当然不吃炮 改为拉炮 火炉加入炭火将离头烧喉 这时考验离炮手技术的时候到了 鞭炮快速擦过加热的离头 被点燃的鞭炮往外炸 幸中仪妈组展现热情 北港妈组南巡道嘉义 水仙宫豪砸百万重金 准备2000盒鞭炮 编织出巨大鞭炮红毯 鞭炮正天响有如一阵巨浪 由远而近袭来 但足不够大 不管体验炸炮也没关系 也能透过及时直播沉浸式 体验5G数位一格 不用到场也能胜利其境 好 来看看台湾 台湾其实大部分的民众 当然也希望就说日子好好过了 3月大家拜妈祖 这时来到朝天宫 朝天宫妈祖的活动也很轰动 对 说到北港的朝天宫 大家都知道 北港妈祖行外客 也就是北港妈祖都是外国的行客 每年来到北港去拜 所以说由外国来 比北港本来都多十倍一百倍 但是只有轰到台湾 他好像分领出一万两千斤 轰到日本去 轰到南海去 你相信都想不通 我們要先說日本 日本今年403的大地震 花蓮大地震 突然有一對的日本的漁民 爸爸跟小孩捐了100萬的日幣 他說感念媽祖 花蓮100萬的日幣 21萬的台幣 最主要是怎樣 他們兩個抓到日本 今年最大月的黑鮪魚 那日本都是這樣 今年最大月 就是在公開東京市場拍賣 238元 拍賣多少 日幣1千224萬 台幣差不多2400萬 很賺2千4百萬 總之關鍵100萬的日幣 來給我們台灣 這是在青森縣一個大監町 大監町這個人 這個漁民 這一對的一個父子的漁民 因為大監町 供奉了天徽神馬祖 天徽娘娘 這個媽祖是當時來的 因為這個媽祖是在1696年 1696年大監町 這個船長 他截准出來 獨得海上意向 結果媽祖他救 他回來他很甘念 總是由刺繩那 將那兩百的媽祖 牽來大監町 經過300年 1996年 就是在28年前 300年以後 想說我這媽祖300年 總這樣回來亞洲 回來到北港 到北港變成雞賣漆 結果從北港 將所有的繞政 這個儀仗儀式 整個都被牽在這裡 每一年的七月 都有一個夏之夜 七月的時候 媽祖出來寫雞 那個寫雞的儀仗跟台灣 都幾乎一樣 都加上日本的文化裡面 當然裡面有日本的 有台灣的 對日本人對觀光客來說 很像你看日本的媽祖 寫雞 寫雞 寫到今年3月15日 因為28年前1996年有來北港 近年都來了 10個代表 借鑽 借飛機 借馬士 2800公里 北港用什麼領接 用整個砲燈 紅色的砲燈 用紅地產領接回來 領接之後 因為這28年來第一次回來 這是不簡單 你家裡的雞賓 好婚禮出 28年來逗回來 這真的不簡單 但是裡面有一個 你覺得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說 過去這30年 我晚上在他們那個地方是減產的 今年競原第一名 競原在大間町抓到 這對他們來說 就整個提高士氣了 所以對整個村莊來講 那個町的村莊 是一個小漁港而已 那個小漁港的 整個聲勢就拉起來了 然後這樣以外 我們的北港媽祖 黑民媽走到南輝去 我們南輝就是在多少 在1990年就去了 我幾個 他們有一些台商在南輝 他就像你們南輝的經濟有夠好的 當然我們台商走到北港媽祖去到那裡 好 那個黑人 一個看到黑民媽 整個都在擺 你知道嗎 他說這是我們的神 因為全世界的神佛都是黑民的 大家都白民 金民的 怎麼會有黑民的 第一次看到黑民的來到飛球 真的黑人兄弟 終於有自己的神佛 他們每一年七天六夜 你不能看七天六夜 我們台灣什麼八天九夜不夠冷 四千公里 繞四千公里 而且出現了很多的神蹟 譬如說南輝 南輝地安不好 因為北人通知的地安很好 北人通知的 那個晚上路上都被人撞牌 他們要抽獎 結果很奇怪 媽祖寫到那個行李 走到那裡路上走到那裡 真的嗎 路上走到那裡 真的還沒有蠟燒學會說 這媽祖在那裡 媽祖在那裡不可以學會說 第二2018年來到凱普敦 凱普敦已經兩三個月沒落下了 蠔水嘛 是 我跟你講 像媽祖一個九尾而已 你看看這個畫面 最經過 開始 媽祖到就開始黑分打下去了 最經過 整個蜂蜂都撞下去 我跟你講 真的 整個頭部閉著 整個都變水的水都進來 第三個 蜂水嘛 名不虛傳 對 有這道分量 分量就有三 我跟妳說兩個 妳說什麼 妳說什麼 2020年 他們就說要回家媽祖 要來掛香 結果拔沒杯 只有拔兩個想杯 奇怪了 為什麼不能回家 結果沒多久 整個南非疫情起來 爆發 根本就含走也沒帶走 這樣還不算 2022年 幾年 主年 她的正月十五 都在正月十五 拔到三個杯 不可能 現在飛機都沒杯 妳是要用走回去 收水回去 三天過 新加坡航空公司說 有啊 我們飛機要杯 妳可以回到台灣了 這兩個這也很奇怪 媽祖都屬先知道 媽祖先知道 屬先知道 在那些新巴威 說到新巴威 那個貨幣大貶值嘛 一杯咖啡是一億的錢 我們買得到的 新巴威的台商 十五 三十幾個月而已 裡面有一個 現場的台商是南大水利人 他蓋了二十幾年了 晚上要望到媽祖 他說妳在那裡幫他蓋廟 因為他在那台商三十幾個以外 那裡有萬幾個 在那裏面蓋的 剛才在那裡蓋廟 蓋廟之後 喔 不對了 回來我們 那個北港蓋蓋香 北港整個頭的儀仗都送過 過都送他 送他 所以他們那裡開始設計的時候 跟北港媽祖都完全一樣 甚至他們關一個小學 也改做媽祖國民修學 所以在那個地方 他們回來夜祖的時候 回來蓋香的時候 關六張的鈔票 落到那個錢裡面 每一張都五十億 六張三百億 不要這麼多 我說我們台灣這麼好的人 大家要加油這個 到底三百億是多少 三百億最便宜的心 七千五百億換一塊美金 但是那不是真的關係 但是北港曹天公媽祖 繞進有一個場面 很震撼 是一定要看的 就是炸虎爺 對 沒錯 那麼有媽祖的地方 除了有千里甘跟孫逸之外 還有好將軍就是輔爺 所以新港曹天公 北港貼天公都有輔爺 然後北港曹天公 每一年三個小媽祖 所以三月農曆的 三月大概十九號二十號這兩天 在北港有沒有 好將軍好爺會出損 出損的時候好爺吃炮 整個棒炮對不對 好爺吃炮 是他們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相關的習俗 就跟我們現在看到的一樣 整個砰 整個砰這樣砰對不對 然後包括因為俗稱好爺好不 好將軍他會咬錢 所以很多人就會參與 這個相關的假袍 這個行動就對了 尤其聽說 那麼在北港的伯愛路附近 是這個虎牙假袍的 一個大本營就對了 那旁邊扶著輔爺的相關的 你看都有穿黃色衣服 就象徵著輔爺的 相關的衣服 老虎是黃色的 那麼我們小看這個 等於要扶神教的這個 有一位許姓的這個先生 他六歲的時候 那時候生了一場大病 那麼那時候這個藥室枉然 所以怎麼辦呢 要到台北的大醫院來 所以那時候他們家人給他救 救了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 全媽祖回家 拿走了整個病情 因為這樣子 慢慢慢慢有起色 最後整個病情好了 所以他從七歲開始 二十年來 幾乎每一年都 不管他人在哪裡 都會回來這個 等於說北港這個地方 那麼在這個農曆三月十九 二十號這一天 吃泡這天有沒有 都會在旁邊 各位有沒有看到 他們的臉都是黑色的 他們經過一整天 這樣下去了以後 你知道嗎 你看臉泡在這樣 你知道他們要 要把它洗乾淨嗎 要把它洗乾淨要怎麼洗 聽說還要用洗碗精 然後各式菜瓜布 要滷到點多精 那麼才能夠把整個泡 全部弄成這個樣子 把它洗得乾淨就對了 這個地方就是北港朝天宮 那麼吃泡 好也吃泡一個特色 好希望這泡灰吃完 這個未來一年平平安安順順利利 再來看一下黃金傳奇 黃金禮拜的價格開始跌了 可是越跌中國人越買 為什麼對黃金那麼有信心 上禮拜有一個超級話題 越南首富帶來的 他說他有七千多億的黃金 通通丟到海裡了 真的嗎 現在越南人都在準備小船 人人要當航海王 好我們先來說中國 中國最近他們就說 讓你們買不動了吧 怕了吧 黃金的波動非常非常大 結果中國大媽說 我們是吃什麼長大的 我們連怕都不怕 目前中國國內先跟各位談 要股票股票是 要放電腦 放電腦 死 你老現金 老現金 對不起 整個人民幣在貶值當中 所以咬牙刻苦 還是要買黃金 所以黃金大家還是拼命買拼命買 沒有想到買來買的 各位在整個新疆出事了 最近有一班火車 從新疆的阿克蘇要前往墨浴 結果裡面有一個女子 這個女子她也增天才 她就把130克的黃金 用一個絲襪綁起來 綁起來就綁在腿上 結果綁在腿上 請跟各位說 這個傳說是真的 她上廁所的時候 那女生上廁所 她們的廁所是蹲的 結果黃金掉下去了 代表一件事情 那個馬桶下面各位沒有東西 直接就通到整個下面去了 那通下去之後慌 到站之後趕快報警 報警之後他們說 是什麼 130克的黃金 是純金還是四金 他說是四金 結果就兩隊人馬 為什麼呢 全力條條 兩邊對走 先跟各位說 兩邊對走 走多遠呢 總共走了20公里 後面終於找到這130克的黃金了 130克的黃金還真多 項鍊有四條 戒指有兩個 手鍊有兩條 還有一對耳環 也算是有心 但是我怎麼想都想不懂 為什麼在火車上面上廁所 那個整個黃金會掉下去 那個馬桶下面 難道真的一點阻隔都沒有嗎 這是第一件事情 好 第二件事情更懸 發生什麼事呢 從去年開始全中國人就在搶黃金了 搶黃金搶黃金 什麼時候最好賺 開金馬店最好賺 湖北有一個人就說 那我就來開金馬店 開黃金店 開金氏店 結果才開三天 運氣真壞 為什麼呢 有一個從廣西來的人 有備而來 先挖地道 然後還把整個所謂的燒罐 全部都帶進去 他們說放在保險櫃裡面的黃金 通通被一個一個燒開 他百思不得其且 為什麼警報器通通都沒有響呢 但是我們說這個竊賊 真的是有準備 為什麼呢 既我跟你說 他偷到這些黃金之後 前前後後總共是六公斤的黃金 他還義融 義融之後還騎摩托車 騎摩托車還走鄉間小路 特別不要讓天眼給看到 結果沿路從湖北一路騎 騎回到廣西 騎回到廣西 沒有想到廣西的人 居然是被他們自己的居民給發現的 他們說奇怪 這個人對湖北 從湖北到廣西 一米米四個月 要是扣什麼一千的 結果後面大家一對 居然是他偷的 所以警察 整個後來河北的公安 就沿線沿線沿線 就把這個人給抓回去了 抓回去之後 就把這個六公斤的金飾 還給這個金子店的一個老闆 先跟各位說 金子店的老闆 真的是薄斗叫到錢 各位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經過四個月之後 這些黃金漲了23% 那當然他的店也被搗毀了 好 聽來說今天最重要的這個 越南女首富張美蘭 講到這個張美蘭真神奇 為什麼呢 小時候跟著媽媽擺路邊攤 蹲在路邊賣法事 賣洗手乳 賣化妝品 那個時候越南還沒有改革開放 18歲那一年 越南開始改革開放之後 他說我不要賣路邊攤 我要開始來做房地產 做完房地產之後 他因為他的老公是一個香港人 香港的金主源源不絕 所以包括了香港的錢 包括了美國的錢開始進去 他成為了整個越南的女首富 但女首富最近倒台了 倒台之後越共說 你到底汙了多少錢呢 據說 據說 聽好 據說他前前後後汙的錢 超過700億美金 單單李嘉誠套在他手上的錢 200億美金 李嘉誠現在是連哭都不敢哭 為什麼呢 這裡面的錢到底是合法出去 還是不喊出去 這個不知道 但現在張美蘭他就打死不說 錢到底流到哪邊去 他們就不知道 現金能找的都找的 股票的跌的也就算了 據傳前前後後 目前有包達673兆越南盾 折合台幣7800億的黃金 他打死不說 結果那天整個法院跟他說 你只要講我們饒你死罪 他說我把他丟到海裡面去了 你相信嗎 相不相信是一回事 現在全越南人全世界人都瘋了 為什麼呢 各位你先想 很多人信 居然有7800億的整個台幣的黃金 現在在越南的海裡面 但先跟各位說 這是一個非常難的一個工作 為什麼呢 越南是一個非常狹長的一個國家 他擔任海岸線 2200公里 現在好多的網友跟風 開始要出海巡寶 如果各位有空的話 你也可以買一條小船 搞不好你挖到了 你的一輩子就不愁吃穿了 那你到底信不信 我不信 既然你要饒我死罪 我就糟了 全部丟到海裡都去了 好 這是看他這個首富 跟法庭之間的大鬥法 再來看一下中國 中國這個 這個round出去的很多 美國是一大宗 日本也很多 這位中國大亨到了中國 到日本去 他也規劃日籍了 但是他甚至 這個房地產是點點的買 一條街幾乎被大家買光了 但是卻發生了蠶死事件 怎麼回事 這個中國人的名字 他是中國人 但是他規劃日本籍叫 寶島龍太郎 用寶島很敏感的名字 那麼他在日本的上野區 這個寶島龍太郎 年紀跟阿康說一遍多年 有夠厲害的 人在那裡 弄一個寶島街 整條路有十四間燒肉 居酒屋 全部他晚上要關閉店前 騎梯去 沒那麼順 為什麼一次可以開十四家 而且還有兩家 更大的公司在管理他的餐飲業 因為他在利用2020到2023 日本的疫情的時候 他處理了這些 要怎麼賺的 少少賺起來 那加上這幾年 你剛才提到 日本人的房地產 其實沒有很貴 所以很多人跑到北海道 跑到日本的鄉間 去買那些 有些房子根本很便宜的 所以有些人合法的房地產 就去買這個 他們這裡去武山你知道嗎 因為他帶的地方 包括什麼地區 這個有一個地區好了 什麼江東區 竹立區 跟江戶川區 跟葛市區 都屬於老年人口比較多 就是人口老化 誰都沒有在那裡 所以你要怎麼 老家要怎麼賺 我們到日本居酒 都很小店對不對 裡面都是那個 老公你做廚師 他們在那裡做借貸 這樣有沒有 結果都去把這個 包袋龍太人撥下去 中逢很大間 大間一間一間收起來 所以那邊就變成一個 叫做中國區 好啦 他在最近 應該是在沒有多久之前 跟他老婆在立木縣 立木離東京還很遠 兩個人跟我發現 西里立木縣的郊區 交疊 還有擱保底 還有龍油 把它倒進去 收拾就對了 銀木是日本人 從竹立區過去的 他的老婆 寶島性子 銀木叫寶島性子 重點在什麼地方 被查出來 原來是寶島龍太人 結果日本的警視廳跟 他們當地一查 說 他就是得罪了 那一條街的很多人 很霸 而且也不照日本人的 那種衛生習慣 也沒有做那個分類回收 撞得很臘骯 很泰國的 最重要是 強農不腰地頭蛇 在地的人 跟他擠 日本你也沒忘記 山褲子 山褲子 怎麼會讓你抓一下 很多很多的對不對 後來一查下去發現 這種死狀 不是日本人 黑道慣用手法 有可能就是黑赤黑 照看是中國各個人 有點像日 那個香港那種 那個應該是什麼 大圈仔 在廣東大圈仔 跑到日本去殺這對夫妻 因為這個 這個紅婆說起來 因為這個保島龍太郎很霸 而且他用了很多 非法的中國的移民的 移工 非法移工 對人也不好使 我告訴你 你對人不好使 人就給你照顧了 那麼最近到日本去投資的 也不是只有這個保島龍太郎 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萬達集團的 王健林的兒子 叫王思聰 4月25日 幾天而已 說日本 那個 魯冠鄉欣賺到 因為中國人夠厲害 就欣賺王思聰 他在中國 到法序的建黨 原來王思聰 很喜歡到日本去旅遊 尤其滑雪 尤其旅遊 還有包括專門做一些投資車 因為以他們家的身家背景 他去辦那個投資簽證 不是問題點 他在山東搞了一個泰安區 搞泰安 山東他搞了一個 要學日本的一個叫做什麼 那個滑雪的地方 那麼他你看 那天被人家在聖功低調 被低調 那這個王健林的這個萬達集團 在中國是1988年成立 他當時也是中國首富 那麼應該是上個月 3月30號 他賣掉600億人民幣 2600多億台幣 出清他們的這個持有 聽說現在只剩300億人民幣 其實死掉的駱駝也比馬大 所以王健林是不是利用他兒子 把這個他的手伸到日本去 因為日本叫中國的這個投資家也很多 好 這是王健林的家族 一年之內減少了70% 那麼部分移轉到中國 日本去 這是他們的狀況 那麼中國的餐飲業 現在狀況其實也不太好 光是這個好幾間 這個連米其林餐廳受到影響 而甚至這個餐飲業 關店的比例也非常高 中國現在叫北上廣深 所以包括了最棒的上海的餐廳 包括北京的一個餐廳 北京接近一倒一次倒倒兩間 我們現在講第一間 第一間叫做Opera Opera叫做歌劇餐廳 歌劇餐廳嚴格來說 他一開始前身是台灣的僑服去開的 僑服去開五星級米其林三星 先跟各位說 不只是東西要好吃 他們強調的叫做所謂的觸覺 嗅覺 味覺 所以包括你的裝潢 包括你的服務 包括你的每一個時間點 你的菜單都要換 可以說有多豪華就有多豪華 過去在整個北京去歌劇餐廳吃飯 是一件頂呱呱的事情 所以包括了像什麼 成龍 高圓圓 趙又廷 徐克 都曾經是座上賓 然後這個地方 不是說你要來就要來 你要儲值 結果大家一看 儲值要儲多少 儲值要儲十萬塊人民幣 那為什麼要儲十萬呢 很簡單 一個人頭最便宜的一套餐 一千塊人民幣 最頂級的餐據傳有八千到一萬塊人民幣的 我問各位在開瓶五大酒莊的酒 隨便喝這個都吃完了 全部都吃完了 過去中國景氣好可以這樣玩 現在景氣不好 後面據傳換了老闆 換了老闆之後 很多的這些經銷商 為什麼很多那些賣和牛的 賣那些所謂的魚子醬的就說 怎麼你們是全中國最棒的餐廳 一次欠我們 欠兩三百萬人民幣 都連還都不還 到底是有要緊嗎 真的要緊 為什麼他就直接關掉了 直接關掉了 所以現在兩頭燒 為什麼兩頭燒 第一個 他們現在跟人家買東西的這邊 欠人家幾百萬人民幣 通通都沒有還 這些賣菜的 賣牛肉的 賣魚的 賣海鮮的 大家也都很急 好多人說我廚職都還沒有用完 以後不好意思不用吃 現在已經整條了 另外一間 也是整個北京的頂級 叫做Tiago Tiago這間 他們走的叫做義大利風 他們這個典型的 fine dining的一個餐廳 fine dining的一個餐廳就是說 除了美食之外 你桌上必須要是三層布的 一個桌子就是一個服務生 他整個服務生 就是只服務你這桌 他也不會去其他地方就對了 過去也是能有多高級 就有多高級 我們去看電視 那個你就知道 最好的地段 最好的一個地點 最好的一個視野 而且坐起來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可是這個很奇怪 炸島 為什麼叫炸島 這個嚴格來說的話 就是前一天還在經營 前一天還在經營 結果第二天 各位人去樓空 第二天所有人 就隔了這裡 抓到沒辦法了 所以這個很簡單 這個是在炸島 所以再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中國經濟好不好 我們從很多地方 包括了現在中國 還有一個流行新的一個名詞 叫四大名表 我們都知道歐洲 瑞士有四大名表對不對 現在中國也有四大名表 哪四大名表呢 瓦斯表 水表 油表 電表 為什麼呢 通通給你灌水 灌水我們上個禮拜 有說過了對不對 本週最新的一個消息 是居然有人去加油 各位 我的油最多加45公升 阿姬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他去加油說加到51公升 油還沒滿 好不好笑 灌水灌到被抓到 油箱會長大 油箱自己會長大 茶沙 真的是昨天的新聞 這是昨天的新聞 好 我們再來談另外一件事情 現在洪都拉斯 之前中國就說了 錢給洪都拉斯的整個 所謂的政治的領袖 那些蝦商說 我們之前都賣給台灣 人家台灣價格很好 後來我們就找其他地方 給就買了對不對 大陸說我們吃的蝦很便宜 我們幹嘛要跟你買 所以現在整個洪都拉斯 急到快不行 為什麼呢 據傳很多大型的蝦農 大型的那些所謂的貿易商 都快撐不住了 所以他們現在把腦筋 動到南韓的身上去 那南韓會不會吃 我們就持續再來看 好 再來看一下美中關係 這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來到了中國 習近平算不算是 當中給他生命 欸 中國這是泱泱大國 給美國國務卿 saving 為什麼布林肯要去給他saving 怎麼回事 對 這次中國的確給布林肯 做了很多小動作 比如說下來沒有紅地毯 然後派了一個上海市的外事辦主任 就是等於聽局級的概念而已 不是中央官員 我說上一次葉倫到廣州去的時候 我覺得復婚企的規格 應該比美國國務卿高 有可能比國務卿還好 然後再來就是布林肯住的飯店 也是被人家這個設局 外面窗戶打開 還看到兩艘軍艦 一艘是這個資伯號的 這個052D的這個軍艦 還有一艘是和平之 方舟 和平之舟 那到了北京之後 這一次終於啦 習近平還是見他了 其實習近平有好幾個紀錄 是沒有見美國國務卿過 像上一次希拉蕊去的時候 他剛好在鬥爭 所以他說背後面背骨頭 有發生問題 所以後來就沒有見他 但是其實這一次去最後一刻 還是見了這個跟習近平見面 不過布林肯應該是好說勸說 在跟他講 其實布林肯後來 再見了王毅跟習近平之後 有接受BBC的專訪的時候 就提到 因為那個記者就問他說 那這個時候 如果中國不聽話怎麼辦 他說意思說 美國手上還有很多東西 其實是還可以 召中國的 看怎麼召而已 因為他現在警告 然後警告中國說 他的確沒有錯 官方沒有支柱俄羅斯 但是一大堆的中國企業 都在支柱俄羅斯 所以這些東西 其實布林肯已經 透露出一些訊息 他說美國現在已經公告 將近一百家的 這個中國企業的名單 就是已經制裁了 那接下來後續來講 會陸陸續續的再公告一些 因為他都已經抓到了 就是說中國哪些企業 是間接的去運補 零組件去協助俄羅斯 讓俄羅斯可以有機會 在短時間內製造出很多的彈藥 等等之類去對付烏克蘭 所以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其實布林肯在講話的時候 他都是用外交官的語言 在跟這個記者講話 所以這一次去 其實我說真的 我認為說沒有說是 達到美國所要的這個概念 所要的這個成果 但是事實上來講的話 他在執行拜登一個東西 他一直在講一個東西 拜登告訴他們說 一定要跟中國之間有接觸 有接觸 有溝通 有接觸 但是有接觸溝通的目的 就在什麼 在管控危機 他不再解決事情 他在管控危機 這兩個概念完全是不一樣 所以你要看美國 在做什麼事情 他不是去趁中國的 不像復古警這樣子 去趁中國 而是說他們在管控未來 可能發生一些危機 我就叫你 Stop 你不能做這些事情